如果能达到解脱的境界 就是自己在人间已经能解脱了 该有的神通自然来的才叫神通 什么叫解脱 就是该发愁的时候不发愁 该难过的时候不难过 如果被人家骗了也无所谓 如果生病了我随缘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 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 能够完全解脱的人 他一定有大神通 师父还说 而有大神通的人 他一定会解脱 接下来 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到 运用三大法宝 退烧到恢复健康 今年是孩子的三六九节 上个月九月二十六日星期二 孩子跟我说他不舒服 喉咙痛 他不想去学校 我就让他在家里休息 向学校请了假 午休我回到家 跟他聊了一会儿 他说其实是昨天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不舒服了 那个时候老师也问他要不要打电话给妈妈接他回去 但是他说不要了 就是坚持把课上完了回来 感恩菩萨保佑 感恩孩子懂事体谅 我给孩子吃了家庭备用的感冒药 晚上的时候 孩子在睡觉当中开始咳嗽了 他醒之后就跑到我的房间来睡觉 星期三症状没有改善 还有一点小发烧 我以为给他继续吃感冒药就没有问题了 晚上带他到佛堂 念经过程中很少咳嗽 但是晚上睡着以后就开始咳嗽 一咳嗽就醒了 然后又跑到我的房间来睡觉 结果我也没有睡好觉 星期四准备带他去医院 其实学佛念经后 除了打预防针不怎么上医院 但是今年逢九 进入九岁这一年有小发烧 腹痛下泻等 晚上继续带他去佛堂 然后我祈求菩萨能够让他的感冒早日康复 那天晚上孩子睡得特别好 中间就咳了一两声 我也睡得非常好 感恩菩萨 星期五这一天是中秋节 我请假在家里念经 我觉得孩子晚上没有咳嗽 还有菩萨的加持 也帮他许愿放生了 应该会没事的 就把他送到学校去上课去了 中午过后 老师打电话给我 说孩子在学校发烧了 让我去接孩子回来 我过去接孩子回来后 就让他继续吃感冒药 后来到佛堂上香 拿出三张自存小房子帮他烧送 又许了一些经文 祈求菩萨妈妈能够保佑孩子早日康复 星期五晚上睡觉也很好 周六周日这两天也没有发烧症状 但是白天咳嗽还是挺多的 知道做得不够 所以周日我又拿出三张自存小房子帮他烧送 并跟菩萨妈妈说 如果他的感冒好了以后 我一定会把他写出来 分享到博客上 现身说法的 就这样 孩子咳嗽健好 星期二几乎没啥问题 星期三正常上课去了 要是没有学佛念经 没有菩萨保佑 估计现在是班也上不了 陪孩子一起受苦 生活困难 真的太感恩师父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赐给我们这么好的法门了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到 许愿三张经文组合小房子 鼻涕立刻停止 感恩南无释迦摩尼佛 感恩南无观世音菩萨 感恩恩师 我来分享一下 今天早上的神奇经历 我昨天晚上睡觉 因为踢被子着凉了 早上起来就不停地流鼻涕 止不住的那种 一擦就流出来 擦得我鼻子都疼了 我很着急 突然想到师兄告诉我 要求菩萨保佑 所以我就许愿烧送三张小房子 给我的药经者 求菩萨保佑我 立刻停止流鼻涕 因为我还要做早课 念小房子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请求观世音菩萨妈妈 慈悲保佑我 我说只要我活着一天 我都会拼命救人的 然后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我鼻子一热 身上一热 真的鼻涕就马上没有了 头脑一下子清醒了 而且一天都没有流鼻涕了 人很舒服 菩萨真的太慈悲了 有求必应 我以前从来没有为自己求 都是为别人求 这次一求就灵 第一次真真切切感受到 经文组和小房子的灵验 佛法无边 菩萨太伟大了 感恩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 我女儿在医院住院 便秘严重 三天吃药也不见好转 听师父录音开示 供菩萨的水 也是很有能量加持的 于是我就把供水请下来 攒了两杯 在佛台前求南京菩萨 保佑他 润肠通便 然后带到医院给他喝了 很快就见效了 让我感动不已 我们生活上的事无大小 菩萨都给我们慈悲加持 我们付出的太少 菩萨和师父给我们的太多 我要学习观世音菩萨的牵手牵眼 来献身说法 让更多的师兄受益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 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让师父背 不让师兄们背 接下来 让我们来听师父的精彩开示吧 卢台长精彩开示专题 元旦新年师父开示极紧 新年投乡求菩萨保佑全家 会否悲业 选自2020年1月19日 悬疑问答 师父开示新年烧同乡的时候 应该求菩萨保佑我们全家平安之上 很多人都要讲全家 这样的话 凡是跟你有关系 占亲拜故的人 相当于全部帮他们指导过了 那如果家里有种业 比方说开摊馆做杀业的 也能这样求吗 可以的 不会背业的 因为你没有特定指哪个人 因为背业还是 他们特定的哪一个人在背的比较多 你比方说爸爸业比较 杀业比较重 你说我给我爸爸什么什么 祈求啊 怎么怎么 那么你就帮他有可能会背 明白了吗 因为你说全家人 只是说你去尽一个心 给全家人祝福而已啊 并不是说你给他背啊 你给他背嘛 你要念小房子了 新年当中要注意些什么 选自2013年2月10日 悬疑问答 注意就是 如果在新年当中 首先呢 早上的时候 早上的时候心情一定要好 你一天就会心情好 早上爬起来心情就不好 你一天心情都不会好的 所以一日之际在雨城 一年之际在雨春 为什么说年初一要开心呢 年初一开心 一年都开心 对不对啊 对对对 就这个道理啊 感恩菩萨感恩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 听师父的白话佛法 告诉你们 真正的解脱是甩馋 是把所有的馋扰全部甩掉 是谁也挡不住的 不论世上任何事情 都是你自己决定去做的 没有一个人能挡得住 是你自己种下的因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 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都可以 元气满满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再次相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